这绝对是你没见过的后宫动漫 男主穿越异世界被一句美女主动摆给 不要他却洁身字号 将这些美女全都收成自己的女儿还有妹妹 洗澡搓被服务那是样样都不少 这究竟是什么该死的待遇 但阿勇穿越的异世界是古代时的战乱时代 罗伯博士这里有些人会一些魔法 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是异世界 这里的人还在整天战争为了土地肆意虐夺 男主穿越过来后竟成了狼族的宗族 因为穿越后还带着手机过来 于是通过搜索引擎可以了解到各种兵法 以及现代的发明 通过手机的帮助 阿勇在囊族的地位是不可被取代的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上连宗族的女儿西亚 成了阿勇的干妹妹 囊族第一女战士怒尼成了阿勇的干女儿 你没听说就是一女和一妹 而这个称呼并不是因为阿勇是鬼妇 只是设定的安排 地下所有人都要称宗族为父亲 在打完胜仗后 作为第一女战士的怒尼 只可以向宗族提出要求 结果他提出的要求竟是一个摸头杀 只要摸一下 诺尼就会当场受不了 刚刚诺尼他们对战的角族已经被彻底击溃 没想到他们的宗族阿迪竟是个女的 阿勇想让他成为自己的手下 对方肯定不屈 结果阿勇改口说 想让阿迪成为他的妹妹 于是阿迪就很委屈地同意的 至于是真的委屈还是假的委屈 从后来阿迪在半夜主动投怀送抱 又以身相许就知道 阿迪是上大分的人 因为阿勇利用自己手机获取的信息 替阿迪的角族情形大改造 还帮他抵御了外族沉暖而露的进攻 不过 面对甜美少女的主动白给 阿勇竟然选择 拒绝了 并且告诉阿迪 自己 有喜欢的女孩了 还胆白自己是会来穿越的用者 哔哔啪啪啪说了一对后 阿迪最后决定 不管怎样 都要嫁给阿勇 而阿勇喜欢的女孩是谁呢 那无宗族的女儿 还是女战士路尼 都不是 原来 这把手机除了有信号 以及充电是太阳人意外 竟然还能打电话到现实世界 阿勇的青梅竹马 每月一直在等阿勇回去 不过现在阿勇还不知道回去的办法 所以两人只能通过电话 从古代打到现代 一打 就是两年 除了角族宗族 是个上大分的人以外 还有一个叫爪竹的 竟将自己双胞胎女儿 主动送给阿勇 打算联姻 而这个爪竹 除了在这里提到过名字以外 镜头就只聚交在两个女儿身上 阿勇昨夜已经拒绝了 美人的以身相续 拒续两个罗粒 显然不可能让阿勇心动 不过小妹 克里斯的情报能力非常出踪 阿勇想要让她成为自己部下 结果两女却要求拜靶子 因为他们对成为阿勇的妻子 也没有兴趣 但是为了寻求庇佑 却又要跟阿勇扯上关系 于是 阿勇的一女 加二 说吧 双胞胎姐妹当场下跪 以表忠诚 好短短的联姻 却整成了过季 我是没有想到的 只有双胞胎姐妹收到消息 有个叫雷族的势力 正在准备进攻狼族 雷族的松祖 索欧是一个实力 很强很强的英灵战士 就连狼族第一女战士 陆尼都有些不敌 但是雷族的参谋失策 导致索欧的哥哥战死了沙场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前面崔区索欧多强多强 现在就有多大点 因为这兵就只会武力 战斗自己能打 就为所欲为 他不甘心哥哥就这样死去 于是即便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 还是继续追杀狼族士兵 结果 他的速度太快了 士兵还没有跟上他 就自己先杀到了阿勇这边 导致自己身陷重围 阿勇已经看出了这货 就跟项羽一毛一样 所以他根据韩信 对付项羽军队的策略狼杀之计 吸引敌军来到一处河流边 独住上游等敌军渡河 再开闸放水 没想到编剧是精通历史 经过此战 新加入的双胞胎姐妹 以及阿里都对阿勇更为崇拜 不过没想到的是 要说细心还得是一字 阿勇的一个手下认为 他真的太累了 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放松身心 这个提议已出 阿勇还没有想好自己要干嘛 其他几女就已经替他想了 无数种画面 甚至 所有女生积极来恳求阿勇 参加围绕行动 被逼无奈 阿勇选择同意 但是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度假地点竟是温泉澡堂 还是男女公寓的那种 与是一女一妹的洗澡凑备服务 那是一样都少不了 阿勇虽然不想要 但是几女真的太乐情了 所以 他也豁出去了 赶紧错完 那我走 随后 阿勇终究是受不了这种刺激 以喷出鼻血而结束了 这次温泉旅行 但几女的进攻却还没有结束 因为很抱歉 拿阿勇流血了 所以得活血花瑜按摩一下 这波休假 雪钻 而来古代 已经成长两年了 阿勇在想自己也会有离开的那一天 为了让狼族久禁不衰 他竟把现代的义务教育 搬了出来 打算自己培养人才 看着阿勇为狼族付出了一切 老宗族的女儿西亚 却陷入了一段痛苦的回忆之中 男主阿勇在穿越来古代后 就一直利用手机开挂 于是狼族的老宗族在退位的时候 竟将宗族位置传给了阿勇 这让老宗族的亲儿子阿特非常不满 他认为都是阿勇蛊惑的父亲 于是把刀就直接挥向了阿勇 没想到老宗族竟然替阿勇挡下了这一刀 被扣上是父头衔的阿特只能逃离组内 是因为大孝子的他 认为狼族首领应该是自己的 并且明明是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可是在他的大脑里 就认为是阿勇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记忆错乱 也不至于这样颠倒黑白 石锤大孝子不误了 而他现在来到暴族的领地 把这人女王小夕 迷得那是不要不要的 不仅得到宗族之位 他打算要报复阿勇 而阿勇在知道这件事后 也是内心愧疚 一直认为是自己害的西亚家破人亡 但是阿勇内疚归内疚 心动上倒是一点都不马虎 他甚至自己根基不牢 要想服众 还得靠西亚帮忙 毕竟老宗族死了 大孝子跑了 现在还有皇室血脉的人 就只有西亚了 于是 每次阿勇提到这件事 在内疚的时候 永远都是有西亚的身影 西亚感受到阿勇的亏求之意 有他的帮忙 宗族之位 何仇不吻 感情就不是后宫动漫 而是宫斗动漫 毕竟阿勇内疚来内疚去 要是内疚 你就把位置还给大孝子呗 可他不还 还跟大孝子的暴族打了起来 通过谋略 他又一次取得胜利 来到这里平凡的战争 也让阿勇感到疲惫 他想要早点回去现代 对青梅的思念 与日的俱增 即便这里的美能都很漂亮 但阿勇的心 全在现代 于是在一天夜晚 睡不着的时候 跟宋帮他姐妹出门逛街 结果就看到了一位 跟自己青梅苦似的少女 这个少女不是美月 而是一位公主 名叫丽法 她的出现 阿勇之下 有如何回到现代的办法 原来阿勇 是被现代神社里的一面神镜 给带到这个古代 具体原因是因为 西亚当时在这个房间 用与现代神镜连接的神镜 才导致阿勇被吸毒到这个世界 想要回去的办法也很简单 只要解开阿勇身上的秘法 就可以回去 不过离法不懂解除 整个古代能解除这秘法的 仍旧饱足的女王小西 可是 她是敌对势力 这就代表着阿勇短时间 还是回不去现代 但起码知晓了办法 现在 他们要举行古代的新年排队了 和最后的吉女 喊着要给阿勇生孩子 老宗族的女儿西亚 更是快人一步 一件件衣服从身上滑落 而其他吉女也纷纷效仿 他们的行为 直接把阿勇的酒给干醒了 在新年排队结束后 敌对势力豹足就跟雷族 潜定盟约 一起准备进攻阿勇的囊足 在战斗的准备开始之前 离法还主动吻伤了阿勇 说是战斗的鼓励 而索尔在与豹足联盟后 倾一举攻下了阿勇的前阵营地 连努尼等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纷纷败下阵来 不过有buff的阿勇 注定是不可能输掉这场比赛 在她的鼓舞之下 自家的士兵竟发起猛攻 就连努尼也凭借不服输的精神 以及想要保护阿勇的毅力 打败了索尔 索尔受伤后就带来了一组撤退 只剩下暴足的阿特不甘心 她让身边的小西启动秘术 将自己送到阿勇的面前 即便其妹妹在她面前阻拦得无济于事 她能就狠心地将西亚踢飞 之后的决战竟是两王之争 不过被愤怒冲昏头脑的阿特 肯定不是阿勇的对手 和大白阿特后 没想到小西竟启动秘法 解除了阿勇身上的秘术 就让阿勇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现代世界 不过在临走前 她把手机交给了西亚 然后留下西亚 痛苦地在原地哭泣 而现在世界的青梅美月 则是高兴不已 多年不见的她们 静静相拥 不过阿勇还是惦记者那边的人 尝试使用美月手机 呼叫自己手机 可却没办法拨通 在阿勇离开的这个时间 包足也已经知道阿勇消失的事 于是他们趁机发难 但这些阿勇都不知道 她也慢慢放下心来 陪伴着美月 直到有一天 美月手机传来了 阿勇手机拨打的电话 原来信号的来源 都是那边神经 西亚又一次通过神经 联系到了阿勇 在清楚包足的发难 能足得遇害后 阿勇的心就无法留在现代了 美月也很理解她 说想做什么就去做 不过这一次要带上她 而阿勇也在这发钱 向美月求婚 成为我的妻子吧 然后就穿越回去拯救郎主 不过怎么拯救 显然偏巨真的变不下去了 毕竟敌军的首领阿特是个智障 反正穿越过去后 画面就给到他们凯旋而归的时刻 不知到这也就结束了 说是后攻番 却一个女的都没有推到 隔壁用手机闯当一世界 少年可比阿勇会玩多了 片名 百恋霸王与圣约女武神 不得不说这个片名 在我看完后 是真的找不到一点 跟她有关系的地方 于是我深思熟虑后才知道 所谓百恋 就是用手机百度锻炼自己的霸王 这样就没毛病了 另外这段话的妹子 质量是真的很高 福利也特别的棒 还有一些字节福利 也是真的不能播出来 只能恳清脑色皮 自行观看原片